观众朋友好 中医具有深刻的养生思想 我们信手可以能举出很多例子 比如说中医讲究阴阳平衡 阴气过剩或者阳气过旺都可能导致身体有病 所以中医讲要适当调节阴阳的平衡 另外呢中医还讲究天人合一 这个养生的方法呀 会根据气候也就是寒热温量进行适度的调节 那中医重在养生吗 中医和养生又是什么样的一种关系呢 我们今天就请到阳气中医诊所的李宗恩李医师 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给我们回答这些问题 李医师你好 欢迎你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 李医师我们刚才谈到中医重在养生这个问题 我知道您一定有不同的观点 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中医真的是重在养生吗 应该这样讲说中医它重养生啦 但是它不是只是养生 它当然是一个很能治病的医学啦 那为什么会跟养生挂上钩 其实上它可以说中医跟西医的基本的观念的一个很大的差别 西医是说你哪里坏了 我要帮你修 心脏不好帮你修 你肾脏不好帮你修 你感染疾病 我帮你治疗 好 中医认为本来你可能在很平衡的一个身体 是一个最完美的状态 只要你稍微有点点偏薄 只要你不完美就有办法把你拉回来 调解回来 那你这个偏薄可能不到生病 照现代医学的定义 你为什么精神很累 所以不好 你检查 西医检查没有问题 中医认为你这样不是一个完美的状态 就可以把你平衡回来 那当然它这个偏薄可以到很严重 所以生病状态 它还是可以把你拉回来 那所以它实际上是 养生是它的治疗的一部分 治疗也是它的养生的一部分 所以你看皇帝内经 它可以先从你身体里面 五脏六幅的平衡 比身互相的平衡 到它跟外界的平衡 都可以提到很多 那当你还没有所谓的病态出现 只要你不完美 我们就可以把你拉回来 所以就变成一个养生的观念 但是很可惜 大家都认为说 这种只能养生 这是一个很错误的一个观念 对 其实我们在前几节也讲过 就是我们中医 可以治的一些很多症状 西医治不了的 甚至中医都可以治 比如说心理疾病 中医都可以治 比如说有些急症 我们大家过去都没有想到 那既然中医有说 那个好像那个方法 效果更好 对 那为什么现在人们会有这样的一种误解呢 就觉得中医就是来养生的 对 其实这跟整个 任何跟人有关的学术 都会有受到时代的变化 那我想最主要原因是因为历代 中医因为很久了 从很早以前到东汉的时候 上岸杂病论 后来到金元世大家 真的到这么上千里年来 以前都很大的变化 到了后代这些大医啊 就想说我也希望像古人一样嘛 有自己一个名声在 那就开始会提出很多的新的理论 那这些大医当然 他自己一定很会治病 不然不可能可以有这么样的名声 但是又会提出很多新的理论 所以你看历史上有很多 把以前的理论拿出来改一改再提出来 那在明末清初的时候 这时候江南很复苏 那江南就开始传一句话 叫江南无伤寒 刚才讲伤寒杂病论伤寒 就是因寒而生病嘛 但伤寒杂病论不只是讲因寒 有音乐啊 可是那就有部分的学者 一大一他就说 那我们应该不要用这些很菌的药 因为伤寒杂病论有些很凶悍的药 你医生对你凶悍的药有用 但是它的你失守的可能性也高 所以变成说你对医生的要求要比较严格 你就说效果会很好 或者好或者不好 或者不好 对 一翻两瞪眼 那可是到江南无伤寒的时候 那因为身体没有很严重的伤害 因为热啊 因为其他湿啊 会出现一些不好的情况下 那我们就用一些很平和的药 温和一点 甚至食物来帮你慢慢慢慢调整 这样子没有伤害啊 你尽量吃嘛 吃个两年也无所谓 对医生的要求就简单 对 所以整个流派 不至于说是急症 你必须马上给它消除 是 所以是整个流派的开始 以这个方面为主 同时那时候在主世的国医啊 也希望自己能够凸显 他自己的社会地位嘛 所以整个开始往这方面走 这是一开始的情况 但是还是有不少的中医 还是坚守这种传统式的看病 对 那第二个最大影响就是因为西医的进入嘛 那西医潘尼西林发明之后那你有生病了 那抗生素下去效果挺快的 那这时候同时有武士运动啊 各个的所谓的要把中国的旧包袱丢掉的这个活动在 西医什么时候开始对中国有影响 清朝就开始了 但是西医真正的发展是在这一百年之内才突飞猛进嘛 原来其实上市很落后的 那这一百年来 主要是潘尼西林的发展出来 那这个情况下之后 那社会有一个 因为动乱了很多年嘛 社会有个变革 觉得我们的中国之所以衰败 是因为中华文化的不好 太落后了 而是要学到 科技太落后 对要学西方的科技 所以中医当然也就开始被别人被大家鄙视啊 那中医怎么办呢 那就开始退守嘛 你西医治病啊 那我中医就来做养生 那至少可以占到一块社会地位 那西医至少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在养生这一块有很大的发展 所以变成中医自己把它退回到养生 那很可惜是说中医其实不只是养生 他真的要治病 那养生只是治病的很小的一部分 发现其实在历史上有很多很有成就的大医学家 他们都非常会保养 然后都非常非常的长寿 比如说像药王孙思苗活了一百零几岁 有的说他活了一百四十一岁 还有那个清朝很有名的一个中医中药师 叫李清云 有人说他活了一百九十七岁 有人说他活了二百五十六岁 包括那个中国姓林的创始人董凤 也是一百多岁 那我就发现这些大医学家 他们不仅医德 医术非常精湛 但是他们医德也非常高尚 这里边你觉得有什么就是必然联系吗 他们的这种保养方法也好 长寿的这样的一个结果也好 和他们自己本身的这种品德有关系吗 是 我觉得养生归养生 就是说医学他能够做得到某种阶段以后 其实像养心更重要 你心境要平和下来 所以你看这些历代的大医如果他能够 不是说活得越久就医术一定越高了 历史上有很多的不一样的证明 但是说当你心境越清平的时候 你当然整个已经到心境的 这个生理上的问题已经是消失了 而是心理上的问题 你能不能把它解决掉 所以你要超过到一百岁以后 其实生活都是很非常的清心寡欲 所以这是另外一个城市 我记得好像在皇帝内经也讲过 说人自然能活到一百岁 这是正常的对吗 其实皇帝内经可以讲到 所谓的真人可以不死 但是这是可能是我们现在无法想象的情节 那是不是能达到我们不去在这里争论 但是确实可以利用很多的方法 让你能够活得比较久 但是其中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是说 你的心境要调整好 我想只是靠外来的力量 因为刚才终于讲过 我们讲过终于是里面五上六浮 跟整个环境的一个平衡 那你只靠药物的话 你只有做到很小的一部分 那还有另外一部分是说你要跟 怎么自己把自己跟整个环境调整得很好 对 好观众朋友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我们回来 观众朋友好 欢迎回来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 李师我们平时在日常生活中 大家经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 哎呀我体质是什么样什么样的 我应该吃什么什么样的东西 这种说法您觉得有道理吗 一半一半啦 一半一半 我想说因为这是一个非常浅显易懂 很容易上手的一个说法 但是我们刚才讲过说 终于是什么 它是希望你维持在一个中间 很平衡很完美的一个状态 也不偏左也不偏右 那今天你说我是弹湿型的体质 那代表你已经偏离的中间了嘛 我是含湿我是热体质 那这种情况下说 你不只是说我现在适合吃什么 是应该适合做什么 而是应该是想办法说 我已经偏薄了 那我怎么把它拉回来 所以有些人会说 那因为我基因是这样子 所以西方的医学也讲说 我基因是DNA是这样的 所以我就是某种体质 这其实是一个误解啦 其实在基因的科学上面 也发现说 很多的时候基因其实是一个资料库 而不是最后的结果 你资料库像人的基因可以因为很多的环境因素 而打开和关起来 好 其实上是蛋白质 这讲起来就讲得很深 因为说它其实上资料库跟你最后的表现 不完全一样 人不是天生的吗 是韩性的还是 不是 其实都可以改的 是吗 你原来可能比较偏薄 因缘际惠 可能妈妈在怀孕的时候吃了感冒药 那大家也知道这种时候会造成心脏的伤害 那你可能有一些偏薄 那重点是你不应该是说 那我就偏薄就认了 我就不该吃这个 不该做这个 应该吃什么 而是说既然我有偏薄 我能不能想办法拉回到正中间 那答案是可以拉回来的 所以如果想体质 我想在一般人在没有医生调理之下 没有在医生照顾之下 是 你如果说偏某些情况 是应该要注意 但是问题是重点是说 你是不是拿回到正中间 另外一个观点就是说 很多朋友都会觉得说 那我含食体质 我应该吃这个 吃那个网站上很多的偏方 那这个是一个很错误的想法 第一个是说 中医从来不讲吃单位药 每一味药 只要是药 就一定有偏性 不然的话 如果我不偏 我怎么把你热起来 怎么把你凉起来 那我比如说我是含性体质 那我吃东西的时候 我当然要选择适合我体质的食物 对 可是这个适合 不代表它可以帮你拉回来 比如说 比如说你刚才讲 主持人讲得很好 含性体质 比如说你会去女孩子手脚都很冰冷 愿起来都很痛 那吃一下 一点点冰就开始拉肚子 可是很多人没有想到 这些很多这种女士 她吃一点点当归 就开始脸上长痘痘 你说当归是热的啊 你含性体质 我这样帮你拉回来是对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实际上医学比这个复杂很多 很多的寒食 像刚才讲那个很多女性 她在中胶中间就是肚脐左右的部分 她寒食很重 所以她的热下不去 只好反你 所以她实际上是寒没有错 可是你一旦吃了一点点补品 就开始往上冲 所以很多女孩子一吃了蛋归汤啊 吃了食物汤啊 脸上长痘痘痘痘痘 那你说她寒吗 那寒为什么会吃热药 马上反而有一些上火呢 那你说她热吗 那她为什么手脚冰冷 吃点东西就拉肚子呢 对啊 对 所以说 我也遇到过啊 其实这种人很多很多 这也是像很多香港人 因为喜欢吃凉茶嘛 很多女孩子越吃凉茶 痘痘痘越凶 好一下下 明年长得更凶 就是因为 当只是一个很 医学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 不是只紧化到说 我就是含湿体质 两个字就解决了 那所以就开始连连看 你该吃什么 不该吃什么 那您赶紧告诉我 我们应该怎么做 就是说 还是找一位医生好好看 要调回来 因为其实上次要调回来 那你调回来 但是用药是快很多 因为它有偏性 有偏性才可以把你拉回来 你偏左 我当然又有个药 把你拉向右边嘛 拉到正中间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在考虑说 我有一个倾向 比较容易往右偏 往左偏 所以我可能要小心一点 但是不是说 我没有经过治疗 我就是认了 我就是弹湿型 所以我避免吃一些 造成弹湿更严重的时候 对 是有好处啦 可是问题是 那实际上是治标不治本 你要把它拉回 拉到一个健康的正中间嘛 那这样也才可以长寿 才真的达到养生的一个标准 对 所以你只是说 我今天避免一个问题 我脚痛 那你就不要少走路好了 那这个是解决脚痛的问题吗 不是嘛 你要把脚痛治好 所以身体不是那么单纯 所以在临床上 常常有病人问我说 李医生你说我是什么样的体质 我回答也不是 不回答也不是 因为回答觉得好像 我对不起你 我应该讲多一点 可是我不回答的话 你就觉得 医生你都不告诉我 是不是不希望我自己吃这么好 其实上体质是重要 但是其实上 只要有一个体质 就要代表它已经偏离了 the perfect 的完美的状态 那当然不会每个人上的年纪 都可以回到完美 但是至少是一个目标 你目标很高 就有可能要达到比较好的状态 如果你就是认了 我就是含了 那就有问题了 其实你刚才讲的这个真的是 就是真正的养生是什么呢 不是得过且过 我现在是这样 我就保持在现在这个状态 然后适应这种状态 真正的养生是把 拉回到正中间 不正确的状态 拉回到正确状态 这个有一个好处是说 当你拉回到正中间 随便的年纪越来越开始 人质还是会age 会开始老化 那有很多的情况下 也不能 你就很忙嘛 事业很忙 你也不能每天 心心寡欲打坐 也不能嘛 所以这个时候 开始会有一些偏颇 那你就等于说 你原来的分数越高 你偏颇的损失 就是你原来是90分 扣了10分 你剩下80 那你身体还很好 如果你原来就维持在70分左右 突然给你扣了10分 你就完了 吃不下 但是人分数越低 你掉的越快 80分掉到75分 可能花个五六年 你从65分掉到60分 可能就个两个月 就掉下去了 所以说人越到 我常常跟病人讲的 叫margin of error 它是错误的一个容忍度 当你越不偏颇的身体 你的容忍度越高 那而不是说 我就想办法75分 我就想办法守在75分 不要掉 不要掉 那温石你为什么不把拉到85分 Andy我曾经看过两个故事 这两个故事有非常相似的地方 第一个就是都是二次大战时候 有一个战俘当时被抓了以后 人家给他做实验 怎么做实验呢 把他的眼睛蒙上 然后在他的手腕上滑了一下 然后告诉他说 我们现在把你的血 开始给你放血 其实是把旁边的水龙头打开 让他听低大声 然后过了没多久 这个人就死去了 这是一个 其实根本对他身体 没有任何的伤害 对吗 然后另外一个故事 也是两个战俘 但是在德国的集中营里 那有一个就特别乐观 有一个就特别悲观 那他们那个集中营 那个牢房里 特别的阴森 在很高的墙上 有一个很小的窗户 那其中乐观的人 就问这个悲观的战俘 就说你通过这窗户 你能看到什么 那个人看了一眼 窗户说什么也看不到啊 就是灰蒙蒙的天 那这个乐观的人就说 你知道我看到什么 我能看到飞翔 自由飞翔的鸟儿 他觉得说 我们将来就能像 那个自由飞翔的鸟儿一样 重获自由 结果没多久 就这个悲观的人就去世了 刚才这两个例子 都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说 这个人的精神 导致的这个人的死了 是 对 那您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 这个原因是什么 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 请李医师给我们解释 观众朋友好 欢迎回来 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 李医师 我们刚才讲的这两个故事 您给我们解释一下好吗 对 其实不管是中医西医 都认为心理影响很大 那西医的临床医学 也统计出来 pacibial effect 心理效忧至少占三分之一 所以大家也看到 很多的实验就是说 我明明给你吃一个小小的淀粉的药丸 没有任何药性 你病好了 好就是这种心理影响到生意 有很多的理论在 那 有些听起来比较悬 但中医一直都觉得说 我们之前讲过嘛 中医认为肝心脾肺神 跟怒息失悲恐啊 各种情治活动 通通都有联系 所以中医本来就认为 假设你越来越容易暴怒 可能代表你肾脏 肝脏不太好 那你肝脏不太好 就更容易暴怒 暴怒就更不好 就相辅相成 所以当这个人 在像这个俘虏营的时候 极度的恐惧 失去了希望害怕 中医认为他的肾会开始坏掉 但不是这么单纯 就一定是肾 但是至少是说 中医都有这个解释说 为什么你在情绪上的重大改变 在身体上会有影响 那临床看诊 情绪其实我们看诊 很重要的一块 因为你的情绪 其实反映到你内脏 有哪些问题 所以中医是非常重视这一块 那西医当然这么多年来 一百多年来 也有很多的研究 证明说确实 你的心理状态 你的乐观 你的悲观 你的生活模式造成的影响 其实对你的身体的健康 长期来讲是非常非常大的影响 那在养生方面 那这个精神的中医 当然也同样很重要 对吗 其实所以我常常一开始讲说 中医但不只是养生 如果我们真的要提到养生 其实不在于你在吃什么 或是吃什么补药 或是追求什么 其实很多时候是要 你要放得下 放得开 那心情要很好 所以我常常看到很多的 湾区或是国内的中国的朋友 台湾的朋友 他买很多这些补品 很贵 很有名嘛 可是吃了以后呢 那就觉得很高兴 我生理应该要长一百岁 出了门 就跟人家吵架 就开始贪小便宜 上场上想要占人家便宜 其实这些心理上的问题 远远超过他吃的那些药的效果 所以不管吃什么 其实重点在 你能不能很平和的 来对待你的人生 所以刚才讲过 中医是希望把你 拉回到那原点 那个很完美平衡的状态 你今天发个怒 你今天做一件 对自己对人家 伤害到人家的事情 其实上你的心理上的偏薄 远远造成你身体上偏薄 比你吃什么来的重要多了 所以就是在精神方面的修养 其实上是很重要的 比身体 对 比吃什么 但如果你能够 好好找个医生来看病 当然是很好的事情 如果说我是说 你不看医生 自己调整的时候 不要乱吃东西 那你们平时在看医生 看病人的时候 那是不是也注意 在精神上对他们进行调节 对 是 所以说其实 我想好的中西医 其实像Stanford大学的好的西医 他们也会 在训练中会发现说 越来越承认说 你跟病人交朋友 早年的医学 早年的西医是说 我越像一个机器 越冷酷无亲 越detach 换了越少就好 越好越好 那但是这几年来 这像十年来 已经承认说 其实你跟病人成为朋友 多了解他生活的状态 其实你对病人的帮助是越大 那常常跟临床手术的医师 也讲说 你去抱一抱 给他一个hug 用抱一下 其实对他的帮助很大 那中医本来就认为 因为他本来就认为 身体跟心理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你从言谈之中 去掉很多的线索 很多时候也不见得需要用药 你言谈之中 让他想开的一些事情 也就帮助很大 所以你确实是的 你让他感觉到你的关心 然后让他觉得说 我这还是有希望 我这身体应该可以 能够不久就能够治愈 所以说中医认为 就是一样 你说你养生 是因为你已经偏颇 生病是因为偏颇 你想爸爸把他拉回来 拉回来的方法 跳跳大路通罗 不一定 一定是要吃什么东西 可以从心理状态 但哪一个快 如果是急症的时候 你当然需要用药 但是如果说 它不是那么严重 那你有很多时间化解 倒不一定说要常年吃药 所以心理健康 真的非常重要 那我们平时养生 我们今天虽然说 中医不是主要的 核心的部分是养生 但是我们平时养生 理事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 一些建议 我们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对因为我们在硅谷 其实看了很多 很盲目的人 大家都很忙 事情都很多 那现在电子产品又很发达 所以上床以前都会看iPhone iPad 其实如果只想做一件事 能够帮你身体的话 其实是11点到3点要睡觉 总理认为胆筋跟肝筋 在筋走的时候 不能熬夜 不能熬夜 那即使你在忙 我想你总该要睡个 4个小时嘛 那如果你可以选择的话 那4个小时就11点到3点 那最好是在11点 能够睡着啦 所以你想办法 10点半10点40也该上床了 那如果你没有办法 说我真的空下时间来 真的就是11点睡不着 那你得开衣生了 因为实际上这个11点到3点 比你你睡觉的话 比你吃什么药都有效 另外说很多朋友会说 小孩子怎么成长 希望他又高又壮 聪明啊 实际上西医也证明说 在晚上睡得好的小朋友 通常长得特别好 通脑特别聪明 所以如果说家长重视小孩子 以后的成绩 宁可他好好的睡觉 而不要说晚上 我们来算数学啊 我们来逼你 调灯夜战 被英文单字啊 但你适当的教学是可以 可是如果你影响 到了睡眠的时候 其实你是得不偿失啦 对 那还有其他方面 比如说饮食方面的呢 我们关于饮食方面 应该有什么注意的吗 因为我觉得可能 我们不知道啊 可能会有很多误区 就像你刚才讲的 你说我是寒性的体质 我就吃什么什么东西 其实那不是正确的方法 我们应该调回来 其实我常常会觉得说 最安全的方法 在没有医生照顾之下 最安全的方法 就是两个原则啦 第一个是 你什么都吃 什么都不要吃太多 什么都吃 什么都不要吃太多 因为人是一个杂食动物 但是如果你有宗教信仰 你不能吃肉 那是另外再说 但是如果说是 你可以的话 是什么都吃 但不要吃太多 不是说你每天就吃青菜 吃很多 你就一定比较健康 也不是说某一些 像有什么原始饮食法 吃很多肉 中医认为中庸之道 就是你什么都吃 什么样营养都摄取 但不要过头 那你说 均衡 对你说我很含量 我不吃冰淇淋 是不错 可是如果你不吃冰淇淋 让你心里很难受 那也不好嘛 你稍微吃一点也是可以 其实像这个身心平衡 很非常非常重要 第二个重点就是说 不要随随便便去找个偏方 某一个药材 中医不讲偏方 也不讲某些药材 单位药材 所以我想每一年来 都会有很多 说牛樟汁啊 日本磷汁啊 巴西蘑菇啊 每几年就会炒作一些 可是没有一个存活下来 不长久 不长久 就是说没有一个 医学是没有一个 miracle 一个奇迹在 你说一万个 会不会有一个 有可能 但是不代表 每一个都可以 大部分都不行 所以宁可相信 正统的医学 不要说 听信一些 稍微的奇迹 所以很多人说 我不相信中医 可是我相信偏方 我相信某一位药材 因为它含有什么什么什么成分 可是这个证明 其实上已经证明 这么多人来 这是不对的一个行为 所以宁可是 找一个医生好好看病 好 那我们最后时间不多了 李医师 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 中医重在养生 你能不能跟我们总结一下 对我想先观众分享说 中医其实养生是非常的好 但是不要把转生定为 中医的唯一的目的 中医其实上 可以治病到很好的阶段 也希望说 中医的同业人员 能够大家齐心齐力 把中医重新拉回到 舞台的正中间 而不是只是旁边敲边鼓 你西医治病 我中医只是养生而已 那这对 其实中医的复兴 不但对病人 对中华文化 对整个世界 都有很大的帮助 好 观众朋友 我们今天的节目 就到这里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